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兔磊 欢迎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三个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 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 快手号 来认识一下我们三位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心理专家 白燕仪 心理专家 北辰 重庆卫视主持人 柴子路 好 我们一起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故事 我做了一件措施 我以为他会打我 会骂我 会离开我 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好的好的 这块五花可以啊 这块五花肥瘦均匀 很好吃 那我给你上个链接好不好 我撑一下啊 一号链接 215块 215 一号链接 您直接去拍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照顾生意 小花都会送一包笋干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本来应该是我为他遮风挡雨 但他却被我一直困在了原地 老婆 对不起 我输掉了20万 掌声有请被制线人 王兴岁 你好 图伦老师好 大家好 坐 谢谢 你老公 为什么要向你道歉 我想应该是他赌输了20多万吧 输了20多万来道歉 应该是 啥时候的事 因为之前我跟他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债了 还了很多以后又输了 不争气啊 怎么了这么激动 想哭 受了太多苦了是吧 还行 还行 说明 有很多委屈 希望能够在今天 在他诚挚的道歉 能够输减掉 好不好 好 掌声有请制线人 我叫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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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很信任我 自己卡上十来万 然后全部给我在家里面做生意 在他去读教肖的期间 我就是说看我朋友 他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他说他投了几百块钱 他就是说回了几千块 然后我就感觉 毕竟我们之间创业 要一起做活 那些是辛苦过来的 然后我就说 这么轻松的钱 我就想试一试 所以他就发了一个链接给我 刚开始我就几百几百的投进去 还有一点收益 后来慢慢的就开始就是说 只出不进了 然后经过两个月的时间 就自己卡你的十多万没有了之后 还在青红好友那里 都借了十分万过来 全部都输掉了 你发现一个规律没有 男人上钱的当 女人上男人的当 是不是这样 我现在听出来了 你为什么难受 其实不是在于这二十万 你刚才说了 二十万之前还有债 也就是说还清了 马上又出来了 他感觉生活总在原地打转 所以觉得生活没有希望 是这个意思吧 对 怎么认识他 来说一下 其实是被他套路了 被他套路了 你看 怎么被套路的 我跟他表妹是好朋友 然后他从他表妹那里 就看到我照片 然后让他表妹把我约出来 然后过年赶长 然后他表妹约我到街上去赶长 他和他表妹一起 然后我就看见他了 然后他表妹以前也跟我说过他 说的表哥很帅 然后后来就看见他了 那天就看见他和表妹一落 然后 咋了吗 说嘛 后来跟他一起去 他表妹家里去了 他就做饭 然后表现的就是挺勤快 又就是给我夹菜 那些 就无视线殷勤那种 是吧 我是当时珍惜喜欢他的 你是什么样的家庭环境 跟他认识的时候 可以说是交头四壁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家具 就水泥框架 当时是这样的 你去过他家吗 说说你看到的 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 是他骑着摩托车 来我家接我的 然后一路 水泥大路 完了就小路 小路走完了走毛路 一直爬坡 爬坡的跑得很高 其实我在摩托车后面的时候 我就眼睛流了 那时候觉得条件好差 然后很高 到他家的时候 今天我要去 就是有亲戚 他妈也在厨房做饭 去厨房的时候 厨房就是一杆很空荡的屋 然后就一个板子 上面的话就一个菜板 菜板中间几坨鸡肉 然后我们农村后羊羔的话 就是那种没有棚 长天的 然后是那种一个水档 旁边用砖头器的一个大灶 锅就放在这个大灶上面 一个很长的那种柴火嘛 就很老火 然后家里面唯一的那种电器的话 就是一个烧水壶 还有一个那个电磁炉 真的是家土四别 那他家人对你好吗 他妈和他爸爸对我好 怎么对你好 他爸爸妈妈在城市做工地 做工地的话就租了房子 我跟他去浙江打了半年工嘛 那个厂子倒了 就回来去找他爸爸妈妈 我们想着一起去干工地嘛 然后他就给叔叔打电话 他说小红要来家里吃饭 你做点菜 然后他爸爸说好 然后我想着可能会有很多菜嘛 去的时候门打开 他爸爸就在旁边给我倒茶 我就看到那个桌子上面就一个菜 就一个猪脚 就一个菜 然后那个猪脚的话 纯肉都没有加菜在里面 那个时候我觉得 是不是不大喜欢我呀 或者是怎么样 后来我婆婆 她下班回来嘛 她一进门的时候 我就看到她那个头发画白 然后全身都是毁 然后背着一个大的牛仔包 就是那种打工的那种牛仔包 牛仔包里面的话 装的是那种铁的那种 就是包工地包饭的那种嘛 一盒盒的那种 啥意思 她那个里面还放了菜是吧 不是 它是空盒子 那就是说你们几个人都吃一个猪脚 对 我以为就一个猪脚不好嘛 后来洗碗的时候 婆婆说她还去洗 我说我洗 后来婆婆就拿那个大袋子 那里面才是 她把那个袋子打开 拉丝拉开以后 里面全是那种空盒子 就是她和公公包去工地吃的那种 然后里面是白水 没有油 然后碟子里面的话 是那种红豆腐 就是那种红昏幕嘛 我们那边就是红豆腐 一坨都加了一半了 然后下面是那种白水煮的那种白菜 那就是说她那个猪脚那一个菜就已经是奢侈了 对 差不多她们一个星期的生活费 后来婆婆晚上的时候 婆婆给我说 她说我们家有债 十多万借金二十万那个时候 婆婆说她说 我们家修房子 那个时候用是瓦房嘛 已经不能住了 就去借钱修的房子 修房子以后费了债 她去那个卖摩托车的时候 做生意也亏了 就加起来就是 接金二十万那个样子 然后随着我公公就说 她说没事 你俩就好好过 我们两个老的帮着挣着还 你不用担心 然后我 我看她们年纪也那么大了 后来我就跟我老婆说 我说我们还那么年轻 我们一起挣着还嘛 你的家庭呢 你的爸妈对你好吗 我很小的时候 爸妈的话就出去打工了 我八岁的时候就带着弟弟 在家里面 我帮弟弟洗碗 洗衣服啊 然后煮饭给他吃 爸爸很爱弟弟 弟弟不听话打我 说我没交好 然后我不听话也打我 就是你觉得在你的家庭当中 没有被尊重过 被重视过 对 但是在这个家里面 虽然家徒四壁 但只有一个猪脚 几天的生活费 却为了招待你 虽然穷 但你感觉到了被重视 是 你挺喜欢这个家的 挺喜欢你婆婆的 对 你觉得你媳妇善良吗 从认识她到现在 她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说 不管是对别人 还是对我 对我们家庭 真的 她表现出来的种种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一个人 人还没嫁进来 那时候我就和她吵起来了 我说怀孕了应该好好在家里面休息 我说干活 你在家里面 就是说帮我们做点饭啊那些就可以了 我们出去干活 当时我诱不过她 她给我吵了很久 她必须要坚持往工地上送饭啊那些 然后有一次啊 她把饭给我送到工地以后 就悄悄地就走了 后来我们把饭吃了以后过了一两个小时的样子 然后我去别的楼层就是楼上我去拿那个材料的时候 我上去我就看她一个人在那里在那里 后来她也听我的 就在我眼睛边上去做点清活啊那些 坚持了第七个月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很出怀了 就是孩子已经很大了 我还是像往常一样牵着她一起去工地 刚好那天要朝那个进出入的人员那些 刚好那个管理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她就看见大这个肚子还往工地里面进 她马上转身就走 然后我也跟她追了出去 追了出去以后我说 这样也好 我说本来就不应该来干活 你本来就应该在家里面休息 为什么要那么拼命呢 我想挣钱还债 为什么要对婆婆家这么好 因为婆婆对我好 婆婆怎么对你好 因为我记得我刚检查出来怀孕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想吃酸的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年底结账嘛 她每个月的话只有几百块的生活费 就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费很少 然后婆婆买水果的时候 平时都是买五毛钱啊 一块钱那种 卖最后的那种很便宜的那种 后来婆婆听见我说我想吃酸的嘛 她跟公公就出去买了八块钱一斤的那种葡萄 那种葡萄很贵我知道 但是她买了这么一大床 应该有两三斤 然后我就 当时我看到我们说话其实很感动 关键是我把它吃了三天 那个葡萄都感觉没有少 我说婆婆 我说你们怎么不吃呢 她说我们不吃 留着你吃 那个时候我觉得 她们真的很爱我 还有吗 还有婆婆对你的好吗 有 就是我做工地的时候 用那个切个机切板子 我说我要学 我婆婆就跑过来 她说你个汉包 她说你要学啥子 让男的干嘛 她说你就干清活 你不要去用切个机 那个很危险 你大概是一个别人对你好 你愿意掏心掏肺的人 对 来我们来看到一段视频 你看 106万赞 下面的标题是 孩子他爸 等你过年回来 我们就有菜吃咯 其实很简单一个短视频 为什么会火 知道吗 从画面构图上来说 又不清晰 也没有任何的设计 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标题 就这个标题是让人 很充满美好向往 你哪一年做的 短视频 做自媒体的 18年的时候 18年回到了农村是吧 工地要远 去哈尔滨了 然后老公安 他们全部都去了 那个时候孩子大了嘛 我就直接回了农村 回老家了 所以做自媒体 挣到钱了吗 挣到了 挣到钱了 有没有改变你们的生活状态 有 就家里面啊 家电啊 还有把那个债还了 那他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公公婆婆回来帮忙了 带孩子啊 帮着威猪啊 都做 这挺好的吧 但他还在外面是吧 他也回来了 你也回来了 他是这样的 当时他一个人带着孩子 从成都回来 然后就在家里面 每天记录一下生活 然后给我拍一点视频来 每天都要先发给我们看 就说他在教你干嘛 过得好不好 为了让我们在外面干活放心 然后突然就是 灶篮了个视频火了 火了以后呢 他就马上给我 满心欢喜地 给我分享一下喜悦 当时因为我 一直忙着干活 我都不懂 我也是跟着瞎机动 我说 啊那真的好真的好 就跟着一起高兴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他去挖东省的视频 在火了以后 有人在就是说 跟他发消息说 小花你这个笋子 能不能卖点给我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 今天有朋友问我 要买我的笋子 他也不懂怎么做 怎么弄 我说那我这边快完工了 那我就回来吧 过了两三天的时候 我就从豪尔滨 就直接买了车票 对那个车票 还是我从马来接 对因为没拿到钱 他问他妈 借了一千块钱 给我打过去 然后我去车站 买了一套五十块钱的衣服 然后穿着回来 然后他去家里面的路口 去接我的 然后回来之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规划 怎么做 怎么去卖东西啊那些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没钱 真的是很惨很惨的 然后马上他又问他妈 借了一千块钱 给我买了一个摩托车 我就天天跟他去山上挖笋子 挖回来 然后给他有评论的 或者是打我们电话的那些 然后就全部用本子记上 记下来 就是说姓名 电话 地址 那样 当时什么都不懂 全部靠记在本子上 然后就开始 每天他要三斤笋子 他要五斤笋子 就这样把账给记好 然后每天去挖挖来 然后拿去快递 去给他发就这样的 然后就一直坚持到快过年 就这样 这个年过得不错 快过年的时候 还有一个事 就是说我爸爸妈妈也回来了 也是他打电话的 其实打那个电话的时候 我们把那个包裹打好以后 然后那天挣了三千多 其实挣第一笔钱的时候 就是一个粉丝朋友 给我转了三百块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好激动 我就给他说 我说 我不是没有用 我说我在家也可以挣钱 我说我带孩子 我也可以挣钱 就很激动 然后后来很多姐妹给我买 然后我就卖了 那天挣了三千多 然后我就很激动 我就悄悄的 他也不知道 我悄悄跑到那个 快递旁边有一个小号道 那里面没人 悄悄给婆婆说 我说 妈你快回来 我们挣了好多钱 你快回来给我们大孩子 好媳妇是个宝 我婆婆她还不相信 后来我就真的给她说了 她后来才信了 后来他们就回来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当时就是说 我们三年猪 我和我们舅舅一起合伙买了一个猪 当时的猪三千多块钱 两家人合伙买 一头都吃不起的 当时过年 然后一人一半 我们就把这个 自作腊肉的视频给 发在网上 然后又有很多粉丝朋友 看见 她说你的腊肉 能不能卖点给我 她就这样 然后我们又开始卖腊肉 当债还清的时候 公公婆婆特别高兴 对 他们很开心 那个债还完了的时候 我跟她去的县城里面 最后一个家事 我记得是二万八千块的现金 就是我们取得去拿给人家 当时我想着 我说差人家那么多年 就是有钱了 我们再把腊肉给人家提点去 然后就去了还给人家以后 就把那个签条带回来了 签条带回来的时候 我就给公公了 哎呦 公公就拿过那个签条以后 好好好 说完以后就转身就走了 我就感觉 公公一定是哭了 嗯 一切都挺好的 翘尾巴了 是吧 二十万债就是后来签一下的 是吧 你怎么发现他赌博的呢 嗯 我记得那天特别清楚 因为我考过家照了以后嘛 我拿这儿了 我就很开心给他说 我就感觉在他的眼睛里面 没有感觉到开心 这后来就没离成 然后我其实在路上想 我不会给他离婚 那你公公婆婆不知你吗 因为我们俩是吵着出去的嘛 进屋的时候 公公婆婆肯定以为我要给他们说离婚的事情嘛 我说 爸我跟你说个事 然后公公就说 小红你不要说 他拿着那个羊权就把他打出去了 他说 这个家是你的 我们不要他了 让他滚出去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原谅他的嘛 然后我又不想让爸爸妈妈担心 他们年纪也大了 头发都画白 孩子也小 然后我就说 我说 爸妈你们上楼嘛 我跟你们说 我说 你们不要害怕 我会跑掉 我不会走 我也不会撕掉 是因为 那个保证书 只要它存在 你这个男人就没有尊严 他是给你面子 他把它撕掉 他可以再给你一次面子 希望你能自己把这面子捡回来 对 当时他说 那个书掉了嘛 我以为就那些 后来有人来家里面问 然后我就跟着他嘛 我说 你要说不说实话 就是有债我们就还嘛 就犯了错了 没事 你犯错 你要知道错了 要改正嘛 要去表态嘛 你欠了人家钱 不能不开枪嘛 不说嘛 后来我让他全部 给我说出来 写在本子上 有五千的 有一万多的 有两万多的都有 嗯 我就跟着他 从早上就出门去 挨家挨户的 找到人家的家 去给人家打招呼 你最怕你老婆什么呀 比如说他骂你的时候 你害怕 还是说他不作声 什么也不说 你最害怕 嗯 那一次哈 就是说我们去打好招呼以后 回来 然后他就一直望着旁边 一句话也没说 他这样的话 我就越来越心疼 越来越心疼 我就暗暗地发誓 我说这下我一定要好好努力 一定要好好努力 就是说好好的把这个交 再给经营起来 犯错之后他有改变吗 有 他在我们县城附近 嗯 事情也是从我们吃完火锅 回来在路上的时候说起的 他就说 他说 现在我们这么高的工作量 我们就算铁倒的 也是不消嘛 他说要不我们就商量一下 去请点人来帮着分担分担 帮着弄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村里面 很多年轻人必须要出去打工的 他年轻的出去打工了 老的在家里面就真的没有人照管 所以说我们就结合了这些原因 然后选择了三个 都是我们村里的贫困富啊那些 然后就跟着我们一起做 一直做到现在都是都是这样的 嗯 很忙的时候会我们村里的婶婶啊 宝娘啊那些也喊过来 一起一起帮着干货 给点他们那个薪水嘛 让他们在家里也可以挣到钱 然后也可以在家里面 守着老人啊那些 如果没有你媳妇的话 你家里的这债要得 晚多少年才能还清 我估计一辈子都还不清 那这么说来 你的妻子是你们家的恩人 对 那你应该磕头啊 对应该的 啊 嗯 嗯 可以了啊啊啊 你我真叫你磕头啊 但说实在话 嗯 这个跪下很难对不对 对 要面子对不对 嗯 但是你要知道 他拉着你到各个地方去打签条的时候 他要面子了吗 没有 他那时在维护你们家的面子 嗯 对 他让你把保证书烧掉 是给谁面子 给我面子 既然认为媳妇儿 是你们家的宝 嗯 那就好好的 对他 嗯 行行行 好来 我们来听听那三位老师的 两位好 哪是 小红 为什么要去选择这样的家庭 选择这样的男人 是因为你内心的伤痛吧 在原生家庭里面 重男轻女 经常被打 没有爱 没有尊重 所以你特别想拥有一个家 于是他找到你 你有什么能打动他的 最重要的是你的父母 他第一次尝到了 有人那么爱他 有人那么尊重他 有人宁愿拿一个星期的 生活费 买一根猪脚给他吃 然后自己吃着白水煮菜 吃着红豆腐 他觉得世界上 还有那么好的人 世界上居然有人 可以那么的爱我 那么的喜欢我 那么的尊重我 所以他不顾一切地 扎进了你们家 因为他在你们家 看到了希望 希望就是 他可以拥有他想要的 幸福 想要的尊重 这就是他嫁给你的原因 他嫁给了你们这个家庭 所以我希望王磊 你要紧紧地抓住这一次机会 请你不要再次去伤害这个 受了那么多伤的一个女孩子 我不希望你跪下 我希望你站得比谁都值 你真正的男人 一个丈夫该有的样子 站在他身边 好好地去经营你们这个家 让这个家越来越有希望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两位好 老师好 老师好 小红不容易 为了去寻找一份爱 让自己吃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苦 是他这么多年 对生活的一种不放弃 那是他一点一点地 在辛勤地去耕作 他内心当中对爱 有着满怀的期待 这个里面蕴含着小红 他对爱的坚定的追求 对生活的勇气 对于你爸爸妈妈 能够尊重他 爱护他的感恩 对于你们婚姻的责任感 而小红他未来的生活 能不能够真正的幸福 就要看你 如果你能够去意识到 生活的艰难 不是你爸爸妈妈的 善良淳朴 你妻子的坚强 就能够永远地 去替你遮风挡雨 而你慢慢地成长 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你要为这个家庭 为这个女人 为你年迈的父母 去遮风挡雨 如果你真正地 能够意识到这些的话 那我相信你们未来的日子 能够像小红的名字一样 红红火火地生活 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 也祝你们未来的生活 能够有更多的欢乐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有一句话我觉得说挺好的 分享给你们 也安慰一下小红 能让唐僧成为唐僧的 不是经书 而是取经的路 所以小红也差不多了 经历了快九九八十一难了 这些苦难的日子 这些岁月 这些坎坷 不会白白地变成泪水和伤痕的 它真的一定会成为你的财富 人生的财富 希望原来的那些 上一层的颠沛流离 能够换来下一层的岁月无忧吧 最后我想跟王磊说一句话 一个男人真正的自尊 是来自于自己的方向 再加上脚踏实地的步伐 自己的行动才行 现在小两口目标方向还挺一致 我希望在未来可能出现的 每一个关卡或者每一个弯路 你都能够迅速地成长 并且有智慧 然后成为这个家的引领 而不是一直跟在他后面 好 祝福你们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好 来 接下来有什么话 对妻子说 谢谢你来了 我想要就是说先 为他播放一个视频 来 我们来看到一段视频 小红 这些年 你叫的我们叫啊 也很辛苦 很努力 对我们两个老年也很好 对我们两个老年也很好 我们都把你看在眼里的 我们这个家啊 能有今天啊 也是你最大的功劳 这几天啊 天气有点冷 你要借到多穿的衣服 烂得出门 要多买的好吃的来出 小红 你是晓得爸爸是没得多年语言的啊 说得你这孝顺的孩子啊 一回家来啊 又操心 又闹怒 有些时候啊 我们看到的心痛 你帮不上啥子嘛 这回既然你出去了 把你这个事情办好 以后多刷几天回来 你也听得好 小红 这些年来啊 你一直跟着我 经历很多磨难 任劳任怨的 每天真的是很辛苦 然后我做一个男的 应该是我走在你前面 为你遮风 为你挡雨 但是反而就是说 很多时候是你走在我前面 为我遮风 为我挡雨去了 这些种种种种的一切 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对不起 心里面真的很愧疚 小红 从任时到结婚扯证 到生孩子 我没有给过你一次浪漫的求婚 也没有给过你一个完美的婚姻 如果此时此刻能回到 我们才认识谈婚论教的年龄 你还会选择叫给我吗 以后不准藏私房钱了 好 行 就这样吧 不多说别的了 祝你们幸福 再见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咱们 小红 也没有给过你完美的婚姻 应该是我为你遮风 为你挡雨 非常非常的对不起 心里面真的很愧疚 一个既往不咎 另外一个深刻悔悟 这才是良好的爱情状态 好 如果您有对不起的话 或者是感谢的话向阳素说 同样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分享你的故事 下期节目不见不敦 有对不起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讨论